大家好 我是植背大叔林一峰 大家知道我要办一场大人的圆游会 就是威士忌的酒盏 报名了没有 12月12号跟13号这两天 好好地玩一玩 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活动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要到那里学习怎么喝威士忌 我们都知道参加酒盏 就像是我办的圆游会这样的形式 其实是最适合协助初学者快速进步的场合 我通常戏称说参加一次展览 大概就可以增加一甲纸的功力 因为我们平常在家 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喝几十种 甚至可以试到上百种的威士忌 没有办法的 但是在展览或大人的圆游会的 那样的环境里面 却可以很轻松的可以试到非常多的威士忌 而那些威士忌呢 试完了之后 你只要有系统的来试这些威士忌 它都可以成你的嗅觉跟味觉的Database 参加酒盏是最划算的 并且是最容易让你的威士忌平衡技巧 大幅度进步的一个做法 但是呢有十个守则 十个教战守则 你一定要记清楚 否则你到那个地方要么喝醉 很难看 要么不遵守规则 要么一去的时候不晓得该做什么事情 回来之后一无所获 我觉得就太可惜了 第一条教战守则 前一天你要先睡好睡饱 很多人常常说 嗯这个威士忌喝起来有苦味 或是嗯 这个威士忌喝起来没什么味道 很可能就是你的味觉 其实不是处在很好的状态 所以为了在我们的园游会 你可以好好的品尝所有的威士忌 而且感受所有的威士忌 麻烦你第一条最重要的守则 请你前一天早早的睡 睡饱饱再来参加我们的园游会 第二条 好守则呢 请你喝酒不要开车 开车不要喝酒 请你平安来参加 平安的回家 不要用自己的坏习惯 造成了别人对喝酒的人坏的印象 搭计程车或者是你叫代驾 都是非常方便的 甚至这一次啊 我们为了举办小后院的大人的园游会 我们特别跟场地 饮滴狗饭店谈了美好的住宿方案 轻轻松松的让自己来参加 这大人的饗宴 第三个叫战守则呢 就是慢慢喝 不管你酒量多好啊 快喝啊 你肯定会醉的 平饮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要慢慢的喝 你更可能的可以让你的嗅觉跟味觉打开来 去感受每一支威士忌的美好 到了会场的时候 你知道就算是每一支酒 你都酒到10ml 非常小的量 50种酒呢也就是500ml 已经大约三分之二平的量了 所以其实也相当的惊人 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 每一种酒都不要倒太多 你也要告诉主办单位啦 或是餐展的厂商 请他不要在你的杯子里面倒太多 每一种都倒一点点 因为我要多尝几种酒 并且呢把时间拉得更长 别急着呢快喝快饮 我觉得那不只是很容易醉 你也比较不容易尝到每一支酒的 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第四项守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叫做多喝水 到了会场主办方会准备足够量的水呢 让大家自由的取用 所以你自己要提醒自己啊 随时喝一点酒就喝一点水 喝一点酒就喝一点水 因为绝大多数人会宿醉 甚至会头痛 都是因为水喝的太少 所造成的结果 多喝点水呢 不只是可以让你的口腔清得更干净 能够迎接下一支威士忌的到来 也可以让你在这个展览呢 enjoy的时间是更长的 所以别忘了要多喝水 第五点很重要的事情是吃东西 来参加之前呢 我建议要吃过东西再来喝酒 不要空腹喝酒 空腹喝酒 伤身容易醉 第六项守则是不要擦香水 因为我们不是来办一个什么样的晚宴的 或是走那个金马奖的红地毯的 所以记得不要擦香水 因为呢你擦的香水 不只会影响你在平饮威士忌的嗅觉 你也会影响站在你旁边惹人嗅觉好不好 所以啊我们就说参加品酒会的时候 麻烦你不要擦香水啊 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 这算是一种功德心啊 记得来参加时不要擦香水 第七个守则 讲了那么多 第七个守则 开始终于要教大家怎么喝威士忌了 很多人呢喝威士忌的时候 就跟着大家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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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这样子 喝威士忌一定要像林老师在影片里面说的 从基本款喝起 特别你来到展览会场啊 几乎全台湾的每一家酒商都会到齐 他们一定会准备一些基本款 然后准备一些限量款 甚至有些人会准备 今年当年份的特殊限定款 很多人说哇特殊限定款赶快喝 但其实不是你要看看你自己是哪一个程度的初学者 如果呢你是一个小白 刚进威士忌的 千万别跟着别人一起去挤那些限定版 先从基本款开始喝起 因为每一家酒厂的基本款 才是一家酒厂的酒厂精神 记着像这样的圆游会啊每一年都会举办的 你的底呢打得越扎实 揉盖得越高 别急着在今年就来跟大家抢限定款 而不如你透过这样的展览会啦 圆游会呢 开始一支一支一支 每一家酒厂的基本款 你都试过一次 理解那家酒厂卖的最好的 量最大的 最能代表这家酒厂精神的威士忌 是什么样的气味 这样子更能够接近一家酒厂的原始精神 第八项守则就要进阶咯 就是要设定自己的平影策略 因为你发现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些是初学者 有些老饕 不要去跟着别人学 来了之后 你记得来参加圆游会之前 要follow这圆游会所公布出来的一些讯息 包括有什么样的威士忌品牌会过来呢 开始弥定自己的平影策略 例如说有几支酒 是你设定好自己要去认识的 或者是例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美国威士忌 他就要把那些美国威士忌的展场 特别勾选出来 有些人特别在意的是爱尔兰威士忌 因为他们知道爱尔兰威士忌 这几年兴起了 那些很难得一见的爱尔兰威士忌 特别勾选出来 这个摊位千万不能错过 有一些是研究的比较深刻的消费者 他们可能开始研究 他们用所谓的有机大卖 是哪几个品牌呢 或者是用了特殊项目筒 是哪几个品牌呢 他们就会勾选出来 一定要到那些品牌去进行拜访 所以呢订定属于自己的品影策略 就非常重要 我之前就会看到有些人啊 进去了 那也没有品影策略 可能就跟着一些老涛啊 人家喝什么 他就把杯子端出去喝什么 因为没有自己的策略 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威士忌的学习 这是非常可惜的呢 第九个首则呢 一定要使用专业的品影杯 像参加这一次小后院大人的原优会 主办方会帮大家准备一个品影杯 还有一个杯袋 所以呢 可以把杯子放在杯袋上面 你就两只手可以空空的 需要拿酒的时候就直接拿着杯子呢 请参长商在你的杯子里面倒酒 有一些参长商呢 怕人太多 会准备一些小塑胶杯 我个人觉得尽量不要用小塑胶杯 因为威士忌的品影 嗅觉占了80% 而口感占20% 所以用小塑胶杯 你没有专业的品影杯一样 可以完整的嗅闻到它的香气 所以尽可能的不要用小塑胶杯 而用主办单位帮每个人准备的 专业品影杯来品影每一支酒 这样子你得到的收获会更大喔 最后一项守则 也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学会问问题 很多人都不问问题 到了一个摊位 就把杯子端出去了 然后呢别人倒酒喝完之后到下一个摊位去 这样子只有喝酒 没有知识性的学习 其实很浪费你这张门票 我个人觉得呢不要急 你可以一个摊位一个摊位 好好的问每一件问题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参展商 都很乐意仔细的跟您解释 他们的威士忌怎么制作啦 有什么样的特色啦 酒厂的历史 如果没有人问他 只是把酒杯端出去 倒了酒干了一杯就走人的话 我相信那些厂商也会很失望 你也学不到东西 更重要的是彼此的互动 所以问问题很重要 到了园圆会 你不要担心自己的问题是很初阶的 也不要担心你问的问题 你会被别人笑到那里尽管问问题 问了问题之后不理解的东西记录下来 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的 这园圆会的十大叫战守则 希望对这次你参加园圆会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之前是没有参加过酒展的 你一定要参加这个园圆会 如果你之前参加过酒展的 麻烦订定好自己的便宜计划 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玩吧